反正生存句话 这是一款需要在原始大陆上 修复各种恐龙的世界 玩家需要制作各种麻醉物品来打晕恐龙 但是在这个打晕恐龙的过程 有时候就显得极其折磨 比如你在玩一些特殊的模组 或者像我一样野生恐龙改成了600G的情况 有一些恐龙的迅音值 动不动就可以上好几万 这驯服的过程就变得极其繁琐 所以就一直有观众问我 有没有类似的简便麻醉蓄龙模组 今天它来了 这是一款最近才上加steam串印工坊的模组 也是目前可以说最合理的麻醉药模组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模组名字和ID找到 添加上这款模组之后 你就可以学习到一共四个等级的麻醉药和弹药 绿色5倍 棕色10倍 青色15倍 紫色20倍 这些不同的模组麻醉药 可以制作不同的模组麻醉弹药 相较于原版的麻醉药来说 有着不同倍数的提升 最合理的是 虽然在前期就可以解锁全部的麻醉药 但是模组的麻醉弹药 则是需要升级才可以逐渐解锁制作 就连弹弓的石头都有四个等级的麻醉石头 就离谱 人物一级就可以解锁模组工作台 所有的模组道具都在这里面制作 在人物零级的时候 还有一个特殊的种子 种植结出的果实 可以用来制作25级的恐龙饥饿药 饥饿药顾名思义就是为给打晕的恐龙 可以快速减少它的食物度 非常的实用 又是二级也可以解锁一个模组场馆麻醉枪 这把枪的基础麻醉效率 是原版场馆步枪的两倍 并且自带了瞄准镜 荡侠龙量也变成了八发 在里面有755%品质的昌广步枪情况下 这把模组麻醉枪还是非常适用的 有了这款模组 在玩一些基础的生物模组 或者是原版生存中 都让驯龙的过程变得更加简便 不需要重复上百次的设计 等待很久的恐龙喂食 还是非常不错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一只茶木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